- 讨论者们在这里的变化 - 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 今天是2017年12月25号 - 今天是圣诞节,是一个快乐的圣诞节 - 当然对每个投资朋友他感受圣诞节的心态不一样 - 当然对每个投资朋友他感受圣诞节的心态不一样 赢钱的人上天堂很开心 然后去度圣诞 吃圣诞大餐 苏浅人在家里闷着 很难过很痛苦 搞不好夫妻还会吵架 我们看大盘目前的位置 今天是拉回跌14点 好大盘今天跌10.10.546 说真的跌不多 那跌不多为什么感觉市场很惨 因为股仿跌下来 因为很多大家所持有那些股票 跌得非常非常的深 所以让很多人开始心慌所足无措 没想到大盘现在跌个300点 其实很多股票已经跌到不成人形 真的有这样的股票吗 我们看一下好了 我们看一下 真的有很多股票跌得不成人形 我们请看电脑 这叫GIS 你看跌多深 好我们看这档 合硕 从97跌到67 你看这个跌多深 大盘没有错跌300点 问题很多人的股票都已经跌得非常非常惨了 这鸿海 在股价破底当中 这都是大家最喜欢买的股票 买最多的股票 股王大力光 跌了三分之一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盘面 说真的没有大家想那么简单 或许大盘没跌多少还在15000点 0500点 但是如果继续往下跌那是不得了的事 我们先看大盘的架构到底是什么 好我们请看 大盘目前 从均线角度来看 他跌破了一条均线 月线跌破季线 第一条 但是目前即将形成第二个死亡交叉 整个空头市场里面有6个死亡交叉 那目前只有跌破第一个月线破季线 那接下来是什么 接下来是月线破半年线 好有吗 来请看 有没有看到这条线 这条线就是月线 那季线已经跌破了 接下来你们发现他即将要跌破 在两三天就要跌破了 所以即将发生月线破季线之后 第二个月线破半年线的死亡交叉 当然这个对多头 一定是非常非常的不利 我们知道月线比较短期的 季线就是一个中期的 半年线就是一个中长期的投资人 那你看如果连中期中长期投资都跌破 那还不得了也是 懂意思吗 所以这个盘面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的危险 好 当然跌到这里一定会有人告诉你 没有关系啦 那你也想想看 你之前为什么勇敢去买股票 你一定看到很多讯息 对不对 包含这些讯息 这是10月15号发的 40天前发的 上市上跪第三季获利 6457创新高 那如果你看到这个讯息去买 你可能买到最高点 很惨 对不对 所以每次 一个行情下来总会有很多人受伤 你看一下有没有 那如果你看到这个讯息去买股票 那很简单啦 高档就是你套牢了 不是吗 所以还有很多讯息 我们再看一下 那我们说目前大盘跌到这里 也有很多人 跟你讲很多错误的言论 为什么 你看这个讯息 就在苹果一周看看到了 跟你说 年限多头趋势不变 到二月底前 对啊 做股票还在看年限 大股票不知道套到哪里了 刚刚讲那些合硕大力光都能跌三分之一了 还在讲年限 大盘是没有错啊 可是很多股票早就跌分头了 所以很多联论是适事而非的 有人说赵亥铭你是看均线的吗 同学没有 会看但是不会很重要 为什么 你再看一次好了 如果看均线会不会来得及 你看大盘均线目前在这里 月线跌破气线 第一条死亡交叉而已 光这样第一条死亡交叉 有的股票还跌三分之一了 像古王大力光 像合硕 才一个第一个死亡交叉 那你看这跌成什么样子的 其实大盘个股他没有同步 有的股票跌比大盘还凶 这是你超市上一定要注意的地方 不是每档股票都是一致的 不可能 大盘就像一个班的平均分数 这个班平均80分 有人考100 有人考60 有人考50 有人考30分 所以不是大盘 就代表所有个股 这是两件事 那你操作股票 大家对喜欢操作电子股 你更要小心 因为有的股票已经跌了不成人形了 那你要注意避开 好 那我们看股权系统的架构 目前是什么 大盘在这里 他已经转空 最少将近有30个交易日了 跌非常长 所以这段期间你去买进的 其实都是不利的 那你有没有看债民从这天开始跟你讲 这个危险的 赶快跑 你看到现在跌多少天了 大盘的格局 到目前为止 这个空头格局 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 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 所以赶民你会不会抢多单 我不会 对不起 我绝对不会做这种事 好电子股也是一样 电子股比大盘更惨 因为这个线乖离更大 你看大盘在这里 现在这么长 电子股更长 所以表示电子股比大盘更弱势 所以你看完之后 你就知道大力光 和硕 红海为什么跌那么深 你电子股已经非常非常弱势了 所以你现在操作电子股 整个大 电子股架构是不对的 你就算做多电子股 你都要非常小心 当然我是不会做多的 我是顺势操作人 所以既然转空我就做空 我绝对不会做多 这是一个基本的操作的原则 好 那我们刚刚讲过大盘只有月线跌破季线 即将来的是 月线跌破半年线 空头市场总共有6个死亡 目前第1个 第2个即将发生 好那我们看股王 来先看 股王跌破几条了 月线破季线 第1个 月线破半年线第2个 月线破季线 破完年线第3个 目前月线跌破3条线 一条 有没有季线 半年线 年线 月线3个死亡交叉了 那目前季线又跌破 半年线第4个死亡交叉 所以你看完之后你发现 股王已经4个死亡交叉了 那如果你问说大盘以后会怎样 股王就先走给你看 股王不是先走给你看了吗 那这一段 已经跌掉三分之一 从 6075跌到今天4000元左右 他已经跌掉三分之一了 所以你要想想看大盘以后或许就长跟这个这样 样子是一模一样的 目前只有月线破季线 半年线还没有破 可是 接下来就是要破半年线 破年线甚至要 季线要跌破半年线 形成4个死亡交叉 后面还有2个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我们看完之后你心里要一个底 有人问说张爱民你盘中怎么那么悠闲 你在那边泡茶 你都不紧张啊 有什么好紧张的 当趋势转空时间站在空头这边 就算我今天短套过两天也会解套 所以我一点都不紧张我做股票很轻松的 你很少看到一个人做股票可以这么轻松 这么悠闲 为什么 方向看对就好 你不可能买到最低点也不可能卖到最高点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方向怎样 整个时间会保护你 所以你看张敏的空单 都很轻松 一不小心就是获利 一大段了 有没有 好就这样来操作的 好 我们再看看这张图卡 有没有印象我给你讲过这张图卡 每一个高手都知道技巧 打蛇打其顺 射人先射马 勤者先勤王 那请问台股的王是什么 你不晓台股的王 那就是股王 股王就是大力光 大力光跌多深 你想想看 我讲过三档股票占台股20% 第一档 大力光 第二档台积电 第三档洪海 三档股票占大盘20% 那如果这三档股票都挂了 你看大盘会怎样 有 当时大力光转控我就跟他提醒过这个问题 这都不今天讲 好大力光 哇 真的有够惨 但是话说回来 他是一个风险 他如果能够避开能够看得懂 那就不是风险 不是吗 你家马路上现在挖马路挖一个洞 你掉进去会受重伤 所谓折断 那那边立一个警告标就跟你讲 挖洞中啊这个危险 那你走走走你要玩手机然后掉进去 那请问谁的问题 那当然是你自己的问题 那都给你立一个警告标志 他在那边 红灯闪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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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跟你说危险 施工中危险 对不对 那你一边玩手机一边走走掉到洞里面去 那请问谁的责任 当然是你自己的责任 人家给你警告啦 给你立标志危险啦 对不对 你都不看啊 所以我们说危险如果你看得懂 你知道 你可以避得开 那对不起 这个不是危险 所以同样我们看到大立光跌那么深 没错啊跌得非常惨 这个很多人浴库无略 如果买了大立光的人 看一下 危不危险 这个恐怖恐怖 哇这天啊这怎么跌那么深 不多啦三分之一啊 从6000 075跌到4000 那请问这个危险是可以避得开的吗 是可以看得懂的吗 那如果可以看得懂这个危险可以避得开 那不是危险啊 他为什么是危险 你知道吸毒对身体有害吸毒会让你潜加荡产 那你还要去吸毒吗 当然不要 饮料被下毒 那个没办法 我们不想人家给我们下毒 我们尽量不要去夜店 对不对 所以很简单的问题 如果你看得懂 你可以避得开 那请问他是危险 他不是危险 懂意思吗 那如果能够看得懂 避得开 来 有没有看到答案了 有啊 这转空 转空你就不要买 懂意思吗 这个答案很简单吗 对不对 有 是不是看得懂 我们进到电脑画面好了 进到电脑画面很简单 你进股神系统就3008 打888就可以 我们打一个888 888就进股神系统 这个图当然看不懂 也不晓得哪里是高点 但在股神系统里面很明确 有啊 他就告诉你这里就是高点 哪里是高点 这不是你转空了吗 对啊 转空你为什么还要追 所以你看得懂之后 他不是风险啊 赵爱铭有没有告诉你 大力光转空不要追 什么时候讲的 当然不今天 今天讲要干嘛 今天讲都已经来不及了 一切都来不及 1000万已经赔掉300多万了 赵爱铭什么时候告诉你 11月6号 待会看重播待 这天 请问这天是高点还是低点 你告诉我 你不要跟我说这天是低点 这一天还在5870块 现在跌到4000 跌了1875块 那请问这一天 当时赵爱铭怎么告诉你 大力光的格局是什么 我们请看重播待会证 吹牛是没有用的 大力光也是一样 礼拜好涨215今天马上回跌下来 好 那请问这格局有没有犯多 没有啊小心 好 大力光今天发了很多的利多 但是股价反而跌100多块 小心喔 因为发好几折利多 创两年新高 但是 怎么样 股价他便没办法 跟着创新高 所以要小心 你看当时的报纸跟你讲 大力光什么营收创两年新高啊 多火热啊 赵爱铭跟你讲这空头格局 你不要乱嘴 没错啊 所以我们说风险看得懂 就不是风险 你可以避得开嘛 你看得懂就避得开嘛 他命运转控你要跳进去吗 疯了啊 不可能啊 所以很多风险其实可以避得开的 这一波如果去伤到大力光的人 你现在一张六百万 现在剩下四百万 一张赔两百万 两百万可以买一台 冰死车很棒喔 对不对 可不可以避得开 绝对可以 你看得懂 你知道就可以避得开吗 但是 报纸总是会迷惑你 为什么 你看看报纸的消息 哎呦多好啊 10月13 大力光第三季 大赚 57块9 哇 好消息好消息 看到好消息去买你就完蛋了 不是吗 来 大力光 营收攀23个月新高 11月6号 这一天就是赵文明跟你讲 转空这一天 刚重播代注在讲这一天 我跟你讲 转空报纸跟你说 创23个月新高 所以你一不小心你就跳进去了 不是吗 有啊这天就是 营收创23个月新高 赵文明跟你说什么 重播代注这一天吗 10月6号 空头格局 不能追了 这样是不是很明确 有没有跟你喊喊虎虎 他们解盘不会喊虎了 多就多空就空 苹果红 10月订单 怎么样 创 外销订单创新高 你为什么会套招这种股票 你就看这些新闻 一个分析师跟我讲 他在lite里面 每天 人数好多 这个一两万人 我说你这么会经营 还好还好 你怎么经营的 他说每天把报纸讯息 简报 简好 然后发上去 让投资人看 这样就一两万人看 我刚才说你的造孽 你会害死很多人了 你不在基伏德 在造孽 为什么 你就是看这个报纸 让很多投资本 跳进去的 将来很简单 算到你头上 你发这个 讯息给他看的 看完之后他去买套楼 他当然怪你 不是吗 所以他以为他有很多 粉丝很高兴 我说你每天都害死一堆人了 你不要高兴 你将来 罪孽很深重 下18层地狱 懂于是吗 所以想起来真的很可悲 报纸简一简就有几万人看他的讯息 我之前头上是在想事 搞不懂 没办法 股市就是有很多愚蠢的人 股市钱才会变得这么好赚 那如果股市每个都很聪明 怎么赚 一个比一个厉害 赚不到了 没办法 就是有这么多蠢蛋 我们才可以赚他们的钱 好 所以你看这什么格局 这一天 这是11月6号 刚从破蛋 跟你讲空头格局 好 那请问这样可不可以赚到钱 跌1800 赚个1170 也不怎么样 说真的 但是这个不怎么样 已经台股最高纪录了 放空的最高纪录了 至少我没有看一个人说 张爱铭 你的1100我赚1300我比你厉害 好马上改口 没有你跟我讲 对啊 就是最高纪录了 对不对 好 去年 张爱铭空单 104年 2015年 张爱铭的空单曾赚1100 这已经是台股的纪录了 我说这个纪录会被我自己打破 有啊 不是被我自己打破了吗 那你会觉得很厉害 其实也没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说这个没什么 这段就跌了快2000了 张爱铭才赚1100 其实也没什么样 我跟你说不怎么样 一点都不怎么样 你也可以做得到 甚至你可以比我更厉害 都有可能 你现在相信了吧 只是你不敢空 好消息太多了 你吓到了 你不但不会空 你要反手做多 完蛋了 是不是 来 说这个没有什么 好 张爱铭股市190者 会让你输大钱的股票 多半是媒体提供的 有没有道理 有 是非常正确 我们说勤结先勤王 大力光倒了 电子股小心 大盘小心 一档倒 三档股票决定 大盘20%的比重 大力光台积电红海 大力光股王倒了 勤结先勤王 股王倒了 群龙无首 对不对 好 第二个 大力光倒的时候你想要什么 光学族群不妙了 雅光 你看雅光的歌曲 哇雅光雅光雅光 今天啊99.6 100块占不稳了 问题是 他转空很久 他转了快两个月了 投资朋友 他是今天转空的吗 不是啊 他转了快两个月了 为什么转了快两个月 你还在做多 问题不就来了吗 你为什么做多 你一定听很多消息嘛 大力光卷之比很高 龙卷会涨高 嘎死这些空单 空单没嘎死 他自己多担先死 不是吗 为什么 你不仔细看一点 不是三线转空吗 趋势在下 筹码 动能 都在空方 反压出现 对呀三个反压 那这怎么会涨 所以你去做多大力光 当然很简单 你就做伤的份而已 股市是非常残酷的 做错学会缴出来 他不会跟你客气的 老师我很善良 我很孝顺父母对不起 跟这个无关 做错就是缴学费 他不会跟你客气的 赔三万赔五万赔十万 富头钱就扣掉 他不会跟你客气 老师我下个没有学费 我下个要缴房租 管你 那是你家的事 所有就是给你扣钱 他不会给你客气的 股市是非常残忍的 好 那请问这样可不可以赚到钱 可以 赚多少 普通会员78块 有跌那么多吗 好像没有 问题我操作技巧比较高一点 其实真的没有跌那么多啦 从一百次跌到九十 跌到一百才跌四十块左右 赚爱民可以赚这么多 为什么 这就是技巧 这个技巧将有客 我空来开这个技术办 我再来教 为什么这样的技巧 特别会很一样 同步进场 同步出场 做七次的 二四六七做七次的 统统赚七十八 股票大概跌四十块 你赚七十八了 这的确是一个 没有人会的东西 说真的 我在台湾市场也没看过哪一个 高手总会知道 这个高手走过来 态势这个动作都不一样 放空的技巧都很厉害喔 我就是没看过 赚爱民你好臭屁喔 我没有什么臭屁 事实就这样 不然叫我讲什么 赚爱民很笨 我很训 我讲这个你也不想听啊 那我只能讲事实 事实就是这样啊 展现在面前 这也没什么好讲 对不对 真的就真的嘛 好 什么格局 空投格局 大力光 雅光 光学族群挂掉 好 又来了 会让你输大钱的股票 多半是媒体提供的 你再想想看 你过去 就三个月 你听到多少雅光好消息 多少媒体里面讲雅光好 讲大力光好 最后全部挂掉 是不是 所以跟你讲报纸不用看了 新闻也不用看 财经台也都不用看了 那哪个分析师 都很比较逊的嘛 拜托我去上节目 我也不会去 我签他1500块 然后配合他们来讲 这个要讲什么题材喔 你要讲营收创新高 给你一个资料 讲营收创新高 我不讲这个不行吗 不行 不讲这个你就不要来 那我跟投资朋友听说 股票转空了不行吗 不行 所以我不会去 你拿轿子来抬我也不会去 我为了赚到1500块 毁了一身名誉 我何必 不是吗 哪个财经台跟你讲 股票有问题 都没跟你讲 什么股票要买 什么股票好 不是吗 不然你怎么会套一大堆股票 好 我们说雅光可以做空 当然现在做空 那前面呢前面大涨上来 资云做什么 当然做多啊 从1月到4月这份是多头格局啊 所以资云会做多也会做空 太神奇了 真正的高手他是没有 心中是没有 主见的 没有没有这个定见 我对我股票一定要做多 我这个股票一定要放空 我每天都想放空 神经病 我每天都想做多 神经病 股票会涨也会跌 你每天做多只想做多 你每天只想做空 那你不是疯了吗 你的钱招我会漱光 所以我们是顺着趋势来操作的 当行情转空 各股转空我就放空啊 当行情翻多 各股翻多我就做多啊 有啊 这不是做多的吗 对啊 做多的啊 1月到4月啊 他做多啊 这个呢 最近呢 最近就转空啊 转空当然放空啊 你去做多不就完蛋了 那怎么研判转空 股神徒会告诉你啊 那这不是空头格局什么 虽然我们说股票操作 你能超一个境界 真正能够多空双向操作 那是何等的呢 你告诉我台面上有几个人会有 我说真的我还没看到 做多每个都会啦 反正 新出来股市都会做多啊 散户也会做多啊 但一旦转空了完蛋了 做多通常啊 底部你不敢买 中间那一段 再追上去喷出你也不敢买 转一小段 那 空头一回党全部吐回去 加倍吐回去 加三倍加五倍吐回去 哪一个国标市场的投资人 不是这样输掉钱的 看不懂空头 他不会做空 他也没办法判断 空有这么难判断吗 再看一次 好怎么判断 我们看电脑画面好了 看哑光什么格局 这不是空头格局吗 不然什么格局 这有什么好学的啊 这有什么好难的 我们说前面马路上一个洞 他明明立一个 一个闪灯 警告对不对 施工都有一个警告 一个三角锥 他明明告诉你在施工危险 请你改道你还不改道 你要滑手机走进去 然后掉到洞里面去 那请问这个风险可以避开吗 可以啊 可不可以看得懂 可以啊 立一个闪光在那里 闪闪闪跟你讲这个危险 那你还要走进去跳进去 那有什么话说呢 那请问哑光转空可以看得懂吗 你告诉我怎么会看不懂 这三岁小孩都看得懂 为什么这么多人做错 因为他们自己很厉害 他觉得我很厉害啊 我这个 空啊 空呆很多 就一定会嘎空 很多观念是不对的 他不是笨 他是固执 懂我意思吗 所以你看股票市场输钱的人就这样 他不听别人讲 钱是老子的老子 要怎么花管你 好啊 那就去做啊 我们要管他 我们赢他的钱就好 我们没办法去改变他 我们就赢他钱 让他难过了 让他有一天想要悔改了 哎呀 求老师教我 那时候他态度就很好了 看到你的时候 老师请喝茶 输过钱了嘛 痛了 他想要找老师的 他会磕磕气气的 当他没有输过钱 他很了不起 自己很自以为是的时候 骄傲的不得了 谁也不听啊 股市投资人不就这样吗 对不对 说我们说啊 会让你赔大钱股票都是媒体提供的 对不对 好再来的 鸿海 大爆发 10月12号 进阳42% 哦站在高杠上 有没有听过站在高杠上 张慧妹唱的歌 站在高杠上 非常高亢 非常好听 最后呢 股市崩盘 你相信这个站在高杠上 你就完蛋了 来 大摩海目标价135 现在剩下多少 都破100了 惨不忍睹了 本来的业绩也有喷发 因为IMAS的关系 有喷发吗 结果最后还不是崩盘了 对不对 所以你看这些东西啊 最后真的把你害死而已 不是吗 好鸿海 你看什么格局 今天 跌到这里 都已经破100了 92了 那你想想看在高档的时候 为什么你不跑 高档怎么会知道 张慧妹有讲啊 真的吗 哪里讲的 8月10号 今天是几号 今天12月25了 圣诞节了 8月10号赛海明就跟你讲了 8月10号在哪里 在这里 这个点就是8月10号 赛海明跟你讲什么 讲鸿海不能追了 鸿海开始转空了 真的吗 看重播带 好鸿海 出现卖出讯号 下面两条跌破 第一条在临走附近 那我想我也跟大家提醒过 鸿海 因为产生了高档背离 什么是高档背离 当股价往上 你看这条线是往上 对 当股价往上 股神线涨不上去 你看这是不是掉下来 对 那股价是不是这样上去 这叫什么 开口效 这边从这里 画到这里是不是一个开口 对 这个嘴巴 嘴巴打开了 告诉你这个东西吃不完要吐出来了 所以股价要回档了 找卖点不找卖点 原因就在这里 今天更明显 三条线已经在临走附近 高档出现 一个反鸭了 好 接下来 这一段 谢金河看多 现在改口了 每个分析师都会犯错 还好 当时我的 股市一路 本来就要帮我写序 他把我拒绝了 他就有市小牌的 他把我拒绝了 非常的开心 他如果没把我拒绝 那个书我真的卖不掉 怎么叫他写序 他根本就鬼扯的 好 我不怕他告我 你告我也不怕 确实你就是鬼扯嘛 好 那我们看一下 鸿海什么格局 天哪 惨不忍睹 张爱民在这么高的地方 80号就跟你讲 刚刚重播到就是80号 跟你讲你要避开 那请问到现在 区域线有没有翻多过 你刚才这条区域线有没有翻多过 没有 股价系统真的是一个 伟大的发明 好 台积电 请问什么格局 当你看到台积电这种架构 反压1234567 一大堆反压出现 你告诉我你要做多吗 不可能 到今天有没有翻多 没有 那请问你在高档 你会看到什么讯息 我们把时间往前推 看到这个 一个多一千 台积电产能贯全球 对不对 哇了不起啊 这个 IMAS台积电是大银加 对不对 好 i10对不对 台积电杂一照啊 扩展计划 哇每个都好消息都利多 七卖里面明天爆发 当你看了这么多利多你就跳进去了 你就受伤了 不是吗 台积电什么格局 不是空头格局吗 对啊 那你去买它干嘛 投资幼 不是吗 看到好消息去买 最后你发现你受伤了 不值得 不是吗 这种历史会 在股市里不断的重演 都不会断了 你放心 不会断了 好 苹果 台积电ADR创新高 这么多好消息 有没有用 没有用啊 股价照跌不误啊 会让你输大钱的股票 多半是媒体提供的 张银股市里 190这些多好 把股市里带一本回去看 对你真的很大的帮助 好 好 股神巴拉特说方向错误 快跑没有用 真的讲的非常非常好 对不对 我现在要讲一个小故事了 为什么要讲一个小故事 有人说老师 我每天大概6点就起床了 把台湾所有报纸看一遍 把网络所有讯息看一遍 盘中非常紧张在看盘 压力非常大 吃饭也不正常 胃啊都胃病了 晚上一直看新闻看解盘 哇到处看财经台到处看 看完晚上再看美股 搞到两三点来 所以隔天6点又要起床 我花那么多时间 最后为什么一败涂地 答案很简单 你看完这个小故事就知道了 这是梁武帝 这个北威时期的梁武帝 这是达摩大师 这有梁武帝 他喜欢佛教 做什么事 盖世庙 印经书 教很多啊 这个人去啊 出家 学佛 做很多事情 甚至有一次啊 他干脆去 去啊 这个 出家了 那出家 皇上 出家 皇上没有 不再没有人批文啊 没有人主持国政啊 最后大臣拿金领财宝去啊 庙里面把 皇上赎回来 我们再敬财宝给你 请你把皇上还给我们 我们皇上啊 梁武帝来处理大政 国家大事 他连国家都不要 他去庙里面去了 莫名其妙 所以他召见达摩大师 他就问达摩大师 达摩大师啊 这个啊 我印这么多经书 盖这么多寺庙 对不对 为佛教啊 做这么多事 请问 我有多少功德 真的达摩大师就跟他讲 没有任何功德 这梁武帝听了气死了 做那么多事怎么没有任何功德 你这达摩什么东西啊 根本是莫名其妙 把他赶走了 达摩大师 我桌上要一尊达摩大师 达摩大师 我蛮喜欢达摩 好 达摩大师要赶走了 我做那么多事 因那么多经书 盖那么多寺庙 怎么会没有功德 达摩说没有任何功德 他是气不过 达摩赶走了 最后达摩就去面壁 对好 那我们说 为什么 达摩大师没有任何功德 投资朋友你想一想 为什么 就像刚刚投资朋友一样 他在做什么 每天看报纸啊 每天盘众很紧张啊 晚上看美股啊 这么尽心尽力 为什么在股票市场赚不到钱 答案很简单嘛 方向错误 快跑没有用 做白宫 你皇上的职责是好好把你的政务主持好 把国家治理好 把百姓啊 管好 让百姓按肌肉业 不是你这边印经书 盖活 盖活 那不是你该做的 你下命令就好了嘛 请一个人去做就好了嘛 你还有很多 你的大位上 你的国政上 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的 最后你自己跑去当和尚了 莫名其妙 请问你有什么功德 打某时候没有功德 把他气死了 头的命啊 所以如果你做很多事 哇老师我每天早上把台湾报纸都看完了 这么用心每天我要看美股 请问这样做股票不会赢 不会赢 不相信你这样去做我不骗你 你绝对不会赢 你绝对输了一屁股 为什么 方向错误快跑没有用 你看梦多报纸有个屁用啊 说完听点 有什么用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有什么用嘛 你看这报做股票会赢吗 不会呀 所以我们说分析师有个分析师 张老师 Lite会员快两万了 真的喔 你怎么这么棒 怎么做的 我就每天把报纸剪下来啊 每天五点就到公司啊 做报纸啊 剪报纸 然后发给投资人看啊 我跟他说 没有功德 因为你真的会害死一对投资 不但没有任何功德无报 你要加拿下地狱 你做这件事情错的嘛 这对投资人哪有帮助 这没有帮助的 懂意思吗 好 巴拉特讲的最好 方向错误快跑没有用啊 懂意思吗 就这个很简单的道理 想想看 所有消息谁先知道 大股东接应者啊 主力作手啊 发给谁 相关的人啊 相关的人是谁 米苏啊 姑妈阿姨啊 对不对 董事长啊 董事长老婆 他们一定先知道消息嘛 接下来谁 记者媒体嘛 这消息 记者怎么没有消息 一定是公司派发给他的嘛 他怎么知道公司派有没有接到订单 发给他的目的什么 就发给散户看 你觉得人家故意为你的消息会帮助你 不要傻 错误的 懂意思吗 所以你这样做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没有功德 那股市也赚不到钱 盘中是不是很忙 做错都很忙 做对都很闲 不是吗 市场数价一大堆啊 张爱民当然是赢家 张爱民盘中在做什么 泡茶啊 聊天啊 那你都不用看盘 不用啊 看什么盘 看到一堆转空虚恋 你就知道该出场了 该反手做空了 要看什么盘 只是你 爽了跌到多少 你想回谱而已 不是吗 做错人每天跟热火锅上 一直跌一直跌啊 老师怎么办 我快疯了 我快跳楼了 对不对 股价一直跌下来 每天很紧张 压力多大 问题找转空你为什么不跑 不就是个道理而已吗 红海一样啊 这当然是转空一天吗 转空四五个月 那你为什么不跑 需要每天看盘吗 不用啊 盘中干嘛 泡茶要干嘛 所以 越忙的人 越做不赢 花越多时间你越做不赢 股票市场就这样 越没找到方法跟窍门 你忙到死也没用 早上三点起床也没有用 你还是输了 懂意思吗 这观念希望每个要记起来 把方法找对比较重要 不要每天都在忙 所以我们说股票市场里面 你可以赚到钱 赚到时间 赚到生活品质 这样你讲这好像天荒夜谭 怎么可能赚到钱 然后又可以赚到时间 没有花时间怎么可能赚到钱 可以啊 如果你可以一目聊 看一眼就知道了 你告诉我 你要花时间看报纸吗 研究吗 研究报告吗 分析筹码吗 不用啊就是空投格局 要么就做空 要么就避开 不就这样吗 这不很简单 当你有这个简单的方法之后 可不可以赚到钱 可以啊 可不可以赚到时间 可以 可不可以赚到生活品质 绝对可以的 有没有道理 有 好我们再看一些股票 GIS什么格局 空投 空投 不是讲一天 GIS有没有讲 什么时候讲的 最高点讲 在哪里 在这里 这一天 这一天哪里 天啊 这一天好像是 9月初讲 这一天喔 这里喔 这里喔 真的吗 来重播带 今天是9月11 911 你会不会选这股票 当然不会啊 这反应该出现了 格局已经不对了 有没有讲 有啊 一定有啊 时间的关系啦 讲不完啊 好 还有很多股票 来我们看一下 清电转空了 好像赚5块钱回补了 下次还会再空 找机会再空 好 还有很多股票 旺宏转空很久 都提醒过了 没有提醒随便你 华邦店 转空了 南雅科 转空了 不用怀疑 转空就转空 好 南雅科我们赚两次空单 平均赚10块钱 2比20块左右 回补了 美利 空投格局 特别会员操作 赚20块回补了 好 好 反 铃发科 转空了 这当然转空了 这不是转空什么 这转空了 没错啊 有没有 有啊 这都转空了 美利 有没有 南雅科 我们空两次回补了 有没有 华邦店 这都转空了 旺宏 不用怀疑了 这都是转空了 好 铃发科有没有讲 真的有讲吗 时间的关系 真的是来不及 来 放一段 一小段 铃发科 转空的时候 我们告诉你 来请看 好 铃发科 高党出现一堆反压 还没跌很深喔 不要说我没跟你讲喔 有哈 不是今天讲的 讲很久了 对不对 有哈 金顶 什么格局 空头格局 所以你很忙 忙很多时间 去买这种股票 没有用 套牢 台俊 转空早就转空 早就该跑 不是今天喔 只有空头反弹而已 根本没有任何犯多 股价在最低点附近 滑通 转空了 不用怀疑 有滑通赶快跑 好 浪位时间 自我摸索 让财务一点一跌流失 还不如让高手拉你一把 在你股市122 好 股市中有些东西 10年20年30年 是一辈子你都不可能学会 为什么 为了不要教你 教你都是一些不会规策的 这样懂意思吗 好 我们先进段广告 广告回来再跟大家分享 一些股票 我们先进广告 大于国际投顾 以服务为本 绩效为根 专业 是我们的责任 诚信 是我们的理念 帮您避开投资陷阱 多空 双向操作 创造 最大利润 精准掌握股市脉动 轻轻松松 助你迈向 财富人生 制付专线 02 2500 6999 02 2500 6999 大于 好 我们回到现场 我们来看看这个新闻 这是最新的一起杂志 新周刊 一边杂志 他们选出2017年的 财经人物排行榜 上市上贵 将近1800家 他们选出了谁 这两个人 一个是国具 一个是 这个农程 选出这两家公司 风云人物 了不起 来 看不到对手 包含 这个国具 这个 陈泰明 包含这个 农程的董事长 叫什么名字 看不到 叫郑英斌 铁碗 子霸 子霸 子霸铁碗 你看他上班员工都要做早操 动作很整齐 非常有规律 中午 吃饭 排班 很整齐 管理公司 部队一样 选出这两家 好了 那我们既然选出两家 我们就来看他股价 到底什么表现 到底是 好还是不好 那如果你买了这两家 他选出来了嘛 当然是很了不起 1800家只选出两家 那如果你买了这两家会怎么样 来请看电脑 你告诉我 当然前面有一波啦 你做还可以做多啦 现在呢 从上个月前到现在全部套牢 选出两家又代表什么 你买去照样套牢啊 对不对 好 那请问他什么格局 打888就有答案了 转空了 转空 空的一塌糊涂 空的一塌糊涂 对不对 从9月中到现在 空头格局没有任何改变 目前 空的能量还很大 他不可能马上犯动 因为这能量太强了 懂意思吗 张爱民这两股票你怎么操作 有在看这些报纸吗 看这些杂志吗 没有对不起 我不看这种东西的 看我又反向思考 我不会傻傻去做多 好 请问张爱民做什么 不好意思啊 空了几次 六次 这股票是空 为什么为什么要空他 就走空 不然你要做多吗 走空你做多你就死定了 懂意思吗 那还没很困难 不会啊这有什么困难 三岁小来看都会 这有什么困难 只是很多人他选择复杂方式 他不要选择简单方式来做股票 那我们也没办法 好第三 月线都还没跌破级线 比大盘还强 这股票没错 月线跟季线还没有死亡交叉 没有任何一条均线跌破 他比大盘还强 大盘目前月线破季线好 请问什么格局 转空有 两个月了吧 快两个月了 张爱民对这种股票怎么操作 前面这段不讲 这段当然要做多 开始出现反应要你怎么操作 空四次 空四次 立三 好 好 这快50%了 盘中会不会很忙 刚讲过嘛 你做对就很闲 做错都很忙 每天很痛苦 压力很大的 好 巴威特说方向错误 快跑没有用 讲得非常好 自理名言 这句话真的要好把他记起来 你为什么很忙还赚不到钱 方向搞错了嘛 再忙都没有用 懂意思吗 赢家 操作一定要有依据 没有依据不可能称为赢家 好 股票涨跌一定有迹象可循 所以我刚举这么多股票 如果你懂这个道理 投资朋友 你告诉我他跌下来是没有迹象可循 他不转空很久了吗 那这种股票要怎么操作 你告诉我除了放空还有第2个选择 投资朋友 虽然很简单 当你把这些方法都学会了 一切就变得很轻松 很简单 你觉得有没有道理 不就这样而已吗 是不是 好 娱乐恒久远 三本永流传 赞民股市真的是太棒了 好 看赞民YouTube的记得按一个赞 为什么要按一个赞 因为这是无偿的 也没有收任何费用 大家如果不想按赞 也不想看我就不录了 那没有人要看我录什么 这么多人要看 当然我们要好好录 把它录得精彩一点 对不对 好记得按订阅 到5000我们一个活动 第一次看的人 请用你的手机 ID码加LINE 加LINE的方法很简单 用小小鼠 A25006999 这样就可以 今天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先进行到这里 我们下一次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 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大于国际投资 以服务为本 绩效为根 专业是我们的责任 诚信是我们的理念 帮您避开投资 帮您避开投资陷级 多空双向操作 创造最大利润 精准掌握股市脉动 轻轻松松 助你迈向 财富人生 赤富专线02-2500-6999 02-2500-6999